最近一段时间 欧洲各国和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分歧越来越大 甚至一度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 与此同时 一则奇怪的留言 也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播起来 有不止一个网友发帖称 只要是美国的盟友们不听话 美国就可以限制 甚至是关闭F35的所有功能 从而使得美军 能够完全控制盟友的军事行动 虽然这件事情听上去 像是某个三流军事科幻片中 会出现的场景 但由于传播范围过广 F35项目办公室 专门站出来辟谣 甚至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也火急火燎地 给各大媒体发送了澄清的邮件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真的有能力 远程操纵盟国的战斗机吗 还是说这只是妖言惑众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美国到底有没有 一键遥控欧洲的能力 其实美国通过后门 远程关闭战斗机的说法 并不局限于F35 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我们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 就会发现 早在多年以前 就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大部分的答案都指出 在外贸飞机上 安装这种后门 是损人不利己的弱智行为 因此以常理判断 美国制造的飞机上 是不存在所谓的 一键关闭的 但为什么说 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呢 首先 如果后门客观存在 但操纵后门的 不是美国军方 而是美国的死对头 比如俄罗斯 伊朗弹国 那么美国就等于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给了敌国一键消灭 美国空军的能力 退一步说 即使是美军飞机上 没有后门 只装在出口的飞机上 这意味着美国的盟友 将在一瞬间 失去宝贵的空产能力 对于依赖盟友 共同行动的美军来说 这种打击 像是毁灭性的 其威力 绝对不亚于核弹 第二 如果美国制造的 出口战机中 存在后门 却不小心被盟友先发现 我们先不说 这种情况 会不会造成政治危机 最起码制造这些飞机的公司 例如洛克希德马丁 托惠等公司 会立刻鸣声扫地 其他国家 甚至是美国军方 在短期内 也都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韦 致国家安全于不顾 去采购美国武器 这样一来 美国的这些超级军火巨头 立刻就会陷入亏损 而且由于 军事科技公司的产品线 比较单一 一旦失去订单 股价狂跌 正因如此 3月8日 罗马特地向相关媒体 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谈到了所谓的 终止开关问题 强调了 他们绝对不会 远程关闭盟友的F35 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第三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反例 因为有一些 使用美国先进战斗机的国家 已经和美国关系破裂 甚至是反不成仇了 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委内瑞拉和伊朗 委内瑞拉曾经是 南美第一个拥有F16的国家 可以说 曾经是美国的头号小粉丝 直到2005年 还都是南美洲 唯一拥有F16的国家 但在2000年前后 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破裂 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到了2024年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 单边制裁措施 已经高达947项 甚至还传出了 美国扣押委内瑞拉 总统专机的事 但是 现在美国和委内瑞拉关系 虽然很差 但80年代购买的 这20来架F16 却仍然是活跃状态 虽然有点老 但仍然是 委内瑞拉空军的主地 在2012年 甚至还出过 委内瑞拉 偷偷把F16送到伊朗 让伊朗人研究F16的弱点 好让伊朗空军 对付以色列的F16的传闻 而说到伊朗 伊朗也是和美国 闲交好 后城仇的典范 当年 伊朗巴列维王朝 从美国那里 购买了整整80架F14A 没过多久 就便宜了新政府 这些波子猫 在两一战争中 大放异财 至少取得了50次空战胜利 大家也都知道 伊朗在最近几十年底 和美国的关系 一直非常差 小布什甚至将伊朗 称作邪恶轴心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也对伊朗采取了 所谓的极限施压政策 可以说就差 真刀真枪打起来了 然而时至今日 经过多年的消耗 伊朗仍然有一两个 中队的F14在服役 以上的两个例子 足以说明 如果不是美国忘记了 自己的粉红色遥控器 丢到了哪里 就是美国根本没有 安装所谓的后门 那么为什么大家 对于F35 存在后门这件事 有着炒乎寻成的热情呢 这和F35的一些特性 是分不开的 F35项目 或者说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从一开始 就不只是一个飞机项目 这么简单 F35的构想 开发和运营 一直是在一个联盟的 框架下进行的 它建立在美国 和全球盟友的 伙伴关系之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 虽然F35 是美国主导的战斗机 但它是一个 全球化的产物 整合了多个国家 不同领域的科研 和制造能力 根据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 发言人的说法 整个F35项目 都在完善的协议下运作 这些协议 能够确保所有 F35运营商 都具备维持 和操作飞机的能力 美国的声明 说的冠冕堂皇 找不到什么破绽 但有一些东西 是五角大楼 没有提到的 那就是洛克希德 马丁和普惠公司 保留了所有 访问关键数据的权利 从实际上控制了 F35的所有维护工作 例如 根据美国的 武器出口管制规定 F35上有许多单独零件 特别是装有 关键电子设备的零件 都需要送回 美国本土的 指定设施进行维护 即使是F35 一级合作伙伴英国 也无权在当地 对这些零件 进行维护和拆解 而且F35 严重依赖软件 来操作各项子系统 例如雷达 武器 甚至是飞行控制 和地勤维护 都需要使用配套软件来完成 但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外 参与F35开发的任何国家 都无权访问软件代码 所有的软件升级 都要在美国完成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 控制欲是非常强的 这也招致了 F35项目参与国的 极度不满 例如英国就曾经表示 可能会因为无法访问代码 从而取消所有F35订单 其他几个国家 也提出了相应的不满 希望美国能够放宽限制 允许各国针对自己的情况 对F35进行克制化修改 但时至今日 除了以色列以外 其他几个国家 对F35的控制能力 几乎是完全没有的 而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美国对F35技术和零件的严格控制 意味着物流运输 必须要足够及时 才能满足全球的F35的维护要求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显然在F35开发之初 就预知到了这个问题 特地开发了配套的 自主物流信息系统 帮助全球各国的F35用户 维护战斗机的状态 根据洛马的官方说法 爱丽丝系统可以监控 F35的健康情况 提醒地勤进行维护 或者订购零件 还可以帮助空军高层 了解F35中队的情况 确定哪些中队的F35 能够立刻投入作战 还能帮助制定任务计划 进行飞行调度 记录任务信息 爱丽丝中甚至还有一个 附加的应用程序 用来跟踪F35飞行员 和地勤人员的训练情况 如果把爱丽丝 想象成一部智能手机 它的内部有数十个应用程序 可用完成从管理运营 收集信息 到维护供应链的所有工作 由于F35机身 编布大量的传感器 爱丽丝系统还负责将它们 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格式转换 变成更直观的信息 飞行完成后 地勤还会将这些数据 下载到爱丽丝中 进一步分析飞机状况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 虽然爱丽丝系统 听上去很美 但即使经过多年的开发和测试 这套系统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 由于技术原因 爱丽丝经常会出现功能性的障碍 地勤不得不手动 从F35上提取关键数据 但这种方式既麻烦 又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很多地勤都是对着电脑 一个一个的把数据 转移到电子标格里 数据里两个数 可以说是加长便饭 此外 由于爱丽丝系统定型时间早 所使用的硬件集成度不高 体积庞大 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 据报道 用于收集和分析F35数据的爱丽丝单元 每个都有200公斤重 而且F35中队在部署的时候 需要携带多个这样的单元 许多使用爱丽丝的F35地勤 经常抱怨 这些终端的体验非常差 他们甚至宁可使用旧系统 也不愿意使用爱丽丝 来对F35进行维护 美国政府问责署估计 爱丽丝在其数十年的生命周期内 耗资超过了167亿美元 却对飞机维护毫无帮助 甚至是帮了盗忙 由于爱丽丝无法正常运行 美国某空军部队估计 他们每年要额外花费 4万5千个工时 来对F35机队进行额外的维护 如果只是费点人力 倒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由于爱丽丝系统的缺陷 导致即使是现在这样的和平时期 F35的后勤维护也成了大问题 连美国本土的F35 其驮善率也十分的欠佳 2018年5月到11月 美国三军的F35平均 有30%的时间无法飞行 最高只有三分之一的F35 能够执行所有的战斗任务 而妥善率最低的F35C 全任务能力占比只有2% 也就是说 大概整个美国加起来 只有一两架F35C 能够执行所有任务 剩下的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 而2024年的美国空军 有任务能力这线关键指标上 甚至达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美国政府问责署发布的报告显示 F35的妥善率如此之低 主要还是由于缺少备件 而且供应链不畅 无法向有需要的部队及时提供零件 例如五角大楼发现 F35座舱盖上的特殊隐身涂层 失效的频率比设计中预期的要高得多 而落马的产能不足 无法生产足够的座舱盖 来满足空军的消耗 更令人震惊的是 政府问责署分析师得出的结论是 鉴于当时联合攻击战斗机 供应链的状况 美国军方的F35战斗机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永远无法达到70%以上的任务能力率 毫无疑问 这就是爱丽丝系统的问题 正言如此 2021年五角大楼宣布 准备用F35作战数据集成网络 取代现有的爱丽丝系统 这套系统中的每个单元 都比爱丽丝要便宜30% 重量轻90% 处理时间也降低了50% 但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奥丁系统变得比爱丽丝 还要依赖网络服务 路马的负责人表示 奥丁将以云端为基础 在加强网络安全的情况下 仅忽实实地提供飞机和系统性能的数据 奥丁系统原生集成了大量的云端平台 不仅管理F35的后勤物流 还负责分发高度敏感的任务规划信息 在F35出击前 奥丁系统负责将任务规划数据包 加载到F35之上 而任务规划数据包 是F35作战能力最重要的部分 它可以基于多种因素 比如敌方防空区 飞机的隐形能力和电子战能力 机载传感器和武器使用范围等 为F35规划路线和战术 可以说是F35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没有它 F35就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潜力 更容易被发现和击落 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贾斯丁布朗克钻文称 如果所有的瞄准能力 情报能力 超视距通信能力 甚至弹药都是美国提供的 那么F35在数据方面 对美国的依赖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现在 有关于传闻中 F35神秘小按钮的事情 我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 所谓的中止开关或者后门 大概率是没有的 但美国本来就不需要依靠后门 来让盟友的F35失去战斗力 事实情况是 F35上几乎所有的技术 都受到严格的管制 在全球服役的几乎所有F35 都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美国政府和美国承包商的支持 由于F35在整体上的复杂性 即使是其中最简单的部件 加工要求都非常高 而且需要专业的设备进行处理 像当年伊朗F14那样 通过灰色来源或者走私 获取F35备件 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 另外维护F35的隐身涂层 也极其依赖美国的物流供应链 在欧洲和美国的国防工业 经历了几十年的整合后 像F35这样先进的武器 必须依赖极少数的几家公司进行维护 一旦失去了后勤物流上的支持 越是先进的武器 退化的速度就越快 虽然F35上没有所谓的终止开关 但由于该计划 极度依赖和美国的物流关系 以及强大的供应链支持 换言之 美国只要停止供应F35的备件 就可以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 让朋友的F35变成一坨废铁 而这才是欧洲真正应该担忧的 2023年3月7日 英国国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标题为 美国 英国和北约的特殊关系 详细说明了英国军方的一些担忧 尤其是在国防工业合作领域 例如对于英国公司来说 想要进入美国国防市场 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是英国制造商和美国军方 都同意达成某项交易 但美国国防部仍然可能一票否决 而对于美国公司来说 受制于出口管制 许多关键技术的出口也被阻止 对于英美紧密的国防工业合作来说 这是非常不利的 鉴于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 在未来的日子里 北约各国对美国制造的系统的担忧 只会越来越大 美国对欧洲的武器出口 也有可能因此萎缩 这样一来 美国和欧洲的军火商 就陷入了一个双输的局面 美国和欧洲之间只会渐行渐远 美国和欧洲的军火商